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的嘉賓是民主黨的黨友 也是南區區議員 歐樂軒 樂軒 多謝你 你好 多謝 今天找樂軒上來 和大家網民談談 所謂左膠右膠 是否打架 事緣 最近大家都知道 為了政府發牌 做免費電視爭議 這幾個星期都搞得 全城都沸騰 當件事爆發時 樂軒和其他朋友搞了一個遊行 很成功 過十萬人 都不知多少 很多人參加 其實是很好的 但後來有些爭議 我請諾軒上來 說一下 實在在網民那裏 或民間社會 怎會又左膠又右膠 實在是甚麼事 諾軒 不如說一下 那晚究竟做過甚麼 即是遊行 即是遊行那天 去到政府總部了 那又怎樣 其實那天 最後上網有很多爭論 主要我覺得有兩點 他們一直在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第一點 就是來到他講 那晚 你們 突然過六點之後 我和另一位女生 叫做Christine 陳敬欣 上台去主持整個晚會的節目 包括做一些商討 他不喜歡你們上台 他們 他爭議就是兩點 第一 就是為何無緣無故 你們兩個會出現 第二 就是為何你們要搞商討 這兩件事 那為何你會出現呢 其實那一晚已經談好了 事先和毛孟靜也好 和港市員工那邊 事先和他們的代表談過 那天 那晚會怎樣搞 那天的流程怎樣做 那一開始呢 我和毛孟靜 就各自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正在做事 那但是我呢 你知道 就是一 星期三 才說要出了那個 港市發牌的事件 那那一晚呢 其實我之前去旅行的 那星期三一下機 然後一由那個飛航模式 對 飛航模式一出開 就收到電話了 做甚麼 就叫你搞遊行 嘩這麼好 誰叫你搞的 那裏面其實就是 民間開放電視行動 最後開了一個組 那裏面的人跟我說 那裏面的人跟我說 那就好 那裏面也搞得很成功 然後星期四 我就已經一個對著 十幾個警民關係組 就是警方的警民關係組 那裏面說 怎麼遊行 哇 整件事很急 那一方面 毛孟靜也在搞他那邊的集會 就是他在政府總部集會 是的 但是後來大家才知道 大家各自在搞兩壇事 但是不要緊 因為大家都出了宣傳 就說 如果你想去集會 就去集會 你想去遊行就去遊行 那 與此同時 因為也有港市員工出來 也跟他們一位代表 蘇曼聰導演 來跟他談過 那大家三方面談了 六點前就是毛孟靜 負責來做集會 那六點後 因為行政處不給他六點後集會 是的 那後來你自己在那裏搞 沒有人理你 那後來毛孟靜說 可以 我和你做六點而已 我免得罪行政處 那六點後 就由我們來做 你申請行政處批你嗎 沒有的 那晚沒有批我的 他不讓你批六點之後 那他又讓你進去 是呀 他不會阻止你 但是他呢 這個 正式的 你說政府的秘密 給別人聽 就是他 反國教 每天 那些人留在這裏都是這樣 即是六點後他不批的 他不理你的 不過你要搞 你在那裏睡 起帳幕 都沒有人理你的 那好吧 那六點後就是你搞 那為什麼會出事呢 那大家聊過 但是大家 那些人就會說 為何無端端 本來港市員工之前 六點前 有很多人上台打氣 那些做很多事情 那後來呢 六點之後 他們就做一些台下的角色 那後來呢 即是我們後來做商討 一些 他們覺得呢 有很多的網民 就會覺得 你們之前 有沒有跟別人談過的 或者 你之前 究竟 為何會出了這件事出來的 我都不知道的 這樣 後來 就說你 你是不是騎劫的集會 即是這個叫騎劫論 是的 但是 當然 我的回應就是這樣 第一 就是大家 事先三方面談過的 第二 就算是我們團體那邊 都各自出過一些聲明 星期五、星期六 已經出了 那即是我說 如果你這樣 都叫騎劫的話 那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才叫 一起合作搞 是嗎 這是第一個爭議 第二 之後就說 你為何要搞商討 那搞商討 為何不商討 打架 那我們最初的想法就是這樣 因為近這幾年 大家網上 或者不是跟網上 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都討論 批評現在的社會運動 就是唱K式遊行 什麼叫唱K式遊行 就是你遊行 只會唱歌 就是唱什麼 人民之歌 自由花 就是不懂的 然後 沒有一些衝擊性場面 另外 又來到他講 你遊行 經常在那裡提倡 一樣叫階段性勝利 什麼是階段性勝利 就是講 大家反高鐵 那時候開始的 就是說 在立法會外面搭個台 然後 我們無緣無故就會 主持一下集會 就說 各位群眾 我們現在有幾多萬人來集會 我們給點掌聲自己 好不好 他們又覺得 給點掌聲自己 就很無聊 就不好 但這件事 大家可以評論一下 後來 然後就說 大家給點掌聲自己 之後 集會 無論如何 你去到十點 你沒有理由 去到深夜 你還繼續 然後說 我們明天回來 再集會 我們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他們又最討厭 階段性勝利 這些就是那些左膠 右膠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 都有這種躁動 多數都是通稱右膠 這件事說的 但問題是在於 有時你搞集會 我在說 你搞集會 你是不是要搞到凌晨三點 你不在十點 有一個暫停的位 你還想何時呢 當然他們還有很多 更加覺得不愉快的經驗 例如說 反國教 最後去到 即是 就算 政府說 國智方案 那晚會那裏 跟著 學民思潮 或者 林輝 葉寶林 他們就說 我們呢 即是宣佈我們暫時 就不再集會 那又是階段性勝利 那他們就覺得 將這個民氣 就一控而散 喂 那別人都收回了 還想怎樣呢 其實有很多人的期望 就是覺得 他們想怎樣呢 立會之餘呢 就應該 更加去到一個盡的地步 即是甚麼 做盡他 每次呢 即是甚麼才可以 那他們都撤回了國教那個 那他們呢 最近聽過一件事 就覺得很開心 就是黃毓民 在立法會最近一次發現 就是說 如果你的香港人 衝入去 衝入去立法會 那有沒有人衝啊 霸佔去立法會 不是呀 衝入政府總部 衝入政府總部 有沒有人衝啊 那現在我也不見有誰 不是 我聽到之後 我都覺得 嘩 熱血沸騰 聽完了黃毓民的說法 但我第一件事 就想 毓民不如你帶頭來 去衝 你既然提出了其意 你有沒有叫他呢 我沒有叫他 你現在叫他呢 他永遠上 我跟他永遠隔空對話 他每次就在網台上罵我們 罵你 聽完你又罵你 我今天不是罵你 我建議他 就是衝進去 你都贊成人衝進去嗎 那又不一定 大家要想一下 究竟那件事 對局是不是好 因為你衝進去 然後全港 我想起碼都有七八成人 然後就說 你這幫人暴力了 是不是 那你要爭取 大多數市民的支持 究竟你怎樣做 那些事情都要想一下 那現在怎樣呢 那本那件事 吵完了 那晚都幾激烈 又說 扔咪又說 搶咪又說 有打架嗎 有 其實我覺得 最不愉快的整件事 就是說 你的爭議不要緊 大家談一下怎樣處理 但是呢 去到集會的中期 又有一些支持 港英殖民地的一些朋友 舉著一些龍師旗 上台 在舞旗 那時候 那些港事員工跟我 說他嚇到 都不知道怎麼辦 他說 他說 無緣無故 怎麼會有人 扔港英旗 那你怎樣回答 那我都說 其實他 我就不認識他們 但是 我那時候 其實在台上 我就說 喂 可不可以 你們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不要硬上台 然後他們又說 我們說 霸著台 不給多元的意見發表 是的 但是你那個台 你永遠都要有一件事 就是統一來去做 如果不是 你那個叫大聲公 我又在那裡 拋球吞劍嗎 是不是 那就是 問題就是這樣 那最不愉快 最不愉快 就是去到最後 其實就是 搞到要大宅出手 怎樣大宅出手 就是 當我們來到 去跟記者 講今天遊行的 那些情況的時候 第一 就有 陳敬欣 他其實是港大學院 這枝莊的 但是他有個莊友 就來 就是柴女台 就是搶白 在記者面前 後來搶完白 然後後來 又上 就是趁大家 沒有理過台的時候 有人就上了台 拿一支咪 來去說 就是 罵 我們這些通清 左膠的人 說 就是你們這些人 騎劫集會 等等那些 那些人怎樣 那些群眾怎樣 聽到他這樣 有一些 就是跟他們在鼓掌 就是因為一班人 就是 有沒有別的 港市員工 又怕的 就馬上收好 那些旗 就是 就是 就是我知道他們後來 我都不太清楚 就是那時候才是在床 我後來才跟他們 談的時候 才知道 就是 就是一方面在那裡談 就是一方面在那裡 就是在那裡 柴台 然後又有些人 又不滿他們 就說 喂你做什麼柴台 然後呢 就搶他咪 然後呢 就在那裡搶東西了 然後呢 就搞到要 就是最後有些和事佬來調停 那變成了 其實整件事很不愉快 還有最重要 就是那個爭執的場面 亦都是 嚇怕了一些港市員工 覺得 喂不是吧 就是去到最後搞到這樣 那我們一起來到去 就是支持發牌等等那些 就是都不是要搞到這樣 那我覺得 就是無論如何都好 就是無論你 就是無論你 信左或右或中都好 那就是 那位監也好 那但是大家 你都要 就是大家可不可以 就是商量 但而不是 來到去動手動腳 那你說將來怎樣搞呢 如果再有事 那遊行就這樣 那是很大的事 坦白說後來我自己在Facebook寫了一些東西 我自己說我是否適合再在台前面等等 我真的很嚴重 我很深切地去想 如果當我們有人出來搞社會運動 然後不斷地有人來搶奪指揮權 搶奪了整個大會的運作 特別是如果我這些被稱為左膠的人 特別是黑人爭的話 我都要想一下究竟這樣還怎麽搞社會運動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對於一個普通集會的人來說 都不是很愉快的經驗 每次出春遊行都亂立立的 都要互相來指責大家 其實這些一點都不理想 以往的遊行我又不是很察覺是這樣的 其實近幾年越來越厲害 以往遊行大家去到政府總部 完結了 近幾年大家又喜歡訓馬路 現在就算是訓馬路 就算是一個市民 我要走到一個最激進的位置 但你走到最激進的位置 都有幾個門派互相互認同大家 那變成了就算大家都會覺得很難做 對 那是否有人想那些人不要出來遊行呢 可能那個潛意識是否呢 我… 那些人不要說 但是效果是會令到有人… 對 客觀效果是令到人覺得厭倦 吵 其實跟現在的泛民主派一樣 就是說大家經常罵就不是對政權 或者對建制派罵 總之我不認同路人 我不管他是甚麼派 我們也沒有那麼威水 是不是 難道我是民主派 你不是嗎 當然不應該 但是總之不是我們同路人 所以就要人們分清楚 就沒有混合 一混合 別人說你真是壞了 你自己在這裡自己打自己 其實我說不是啊 不是同路人來的 啊 那就清晰一點了 怎樣也好 就是 就是你整班個個又說 你支持民主 那個之前民主又… 喂 那民建聯都是民主啦 我… 不是 我會覺得 就是… 我看到之後覺得 唉 搞甚麼鬼啊 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市民 那那個左交右交的名字 是怎樣源於甚麼的呢 喏 就是我都要跟大家說說歷史 你沒甚麼有左交又有假 其實這次港市的一個集會 為甚麼有這麼大的爭議呢 就不是說無緣無故出現 而是真的有一個 左交和右交互相不滿大家的歷史 然後去到港市這次集會裡面 有一個爆發點 因為我和陳景欣就被譽為左交 那誰是右交 因為我和我們兩個是左以二一 但其實坦白說 不是 我要在這裡澄清一次 民間開放電視和整個裡面的不同 就算是網民 參與者 他們都不是左交來的 但我們兩個是左以二一 根本他們都不是 跟左交兩個字是 右交就是那邊嗎 右交就是我們通稱支持自治 支持本土 支持要港英農司 那種想法的一個人 一個犯支持本土的一群人 這次為甚麼爆發呢 但是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歷史呢 就是最初就是一群支持本土的人 就去台灣登聲明 登聲明就說 台灣人你們千萬不要學香港這樣 香港就是回歸了祖國之後 就搞到一些盲目的中港融合 新移民來搶了奶粉 新移民來搶了學額 搶了資源 再這樣香港搞不定下去了 台灣你千萬不要學 登了一個這樣的聲明 裡面有一些字眼 其實就有些人不覺得是歧視新移民 變相之後孔領儒 還有一些基層的 關注新移民的團體 都出來發了聲明 是譴責這些所謂支持本土的人士 去抹黑一些新移民 歧視新移民 不應該有這樣的歧視字眼 因為那個聯署裡面 其實很多人都聯署了 譚海邦 蒙曼靖 范國威等等 其實他們又未是去到最 我們講的本土 未是最本土最本土的 但是因為同誠他們 然後那次所謂新移民團體裡面的 有些記招就來批評他們 就說你們幾個做立法會議員 藍波波不是 但起碼是蒙曼靖范國威 做立法會議員的 你還要簽一些歧視新移民的字眼 那就不是很要得 最後搞到後面本土的那群人 就感到很不滿 就說我們以往去搞本土的運動 那大家都是不去攻擊自己人 即是所謂不攻擊泛民主派別的人 但是你們就率先來開名罵人 即是不要得 結果大家就罵得很不愉快 傾左邊的人 就會覺得你們繼續歧視新移民 經常鼓吹族群之間的仇恨 右邊的人就覺得你們整班人 搞這些社會運動都搞不定 然後你們還要來去指責自己 那你跟電視牌有什麼關係呢 關鍵就是這樣 之前有那麼多怨恨 去到今天 當我們兩個那天我和陳景英那天上台 而的確那天晚上商討 未必是很理想的 但我也要說 其實大家那天晚上收七十多份意見書 其實大家都是知道怎樣做很多事 那當然有些人可能因為各種緣故走了 那當然是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是去到最後他們就批評你 他們就說 就是你這些左膠來到主持社會 主持社會就令到一些 那些民氣就一控而散 又是重演以前的國民教育那些情況 但是坦白說 我也要說 那天五點鐘 我由銅鑼灣最後游行開始起點 我要負責你去維持秩序等等 維持完 我搭地鐵過去金鐘 然後再和毛孟靜那邊的集會會合 接著一出地鐵 已經有很多黑衣的人 已經在走 因為其實很多 即是遊園就算 是的 第一有些遊園就算 第二其實今次的遊行 是有很多第一次參與遊行 那他可能未必期望集會集那麼久 可能遊園就算 或者他晚上有工作 其實那些人就坦白說 其實很難留得住 因為那晚的音響 除了政府總部 聽不到的 我們在外面聽不到的 外面是不知怎麽算的 我在鐵街已經聽不到 是的 我們站在那幾個小時 什麽都聽不到 然後我知道後面有些團體 自己在後面在搞自己的事 你完全聽不到 那真是沒辦法 你頭一天你怎麽遇到那麽多人 但無論如何 即是批評我們接受 但是 他們後來罵罵罵 就開始拿回前神救時去罵 拿回新移民 拿回一些 就是你們以前的國民教育 那件事搞得那麼失敗 即是在網上來罵 是嗎 那最壞最壞 就有幾宗事 是人身攻擊得很離譜 是嗎 就是 例如說 Christine 陳景欣 其實我覺得各位聽眾 其實是要真是多些體諒他 因為他不是搞小運動 搞得很久的人 但他支持碼頭公潮 參與得比較多 但這次其實擔大旗 其實都應該是第一次 但是被人罵得很厲害 他最差有一個小毛 說叫他去做AV 就是完全侮辱女性 沒有理由這樣做 他們為何這麼討厭他 就是他覺得左膠的人要毀滅你 但毀滅你這件事 我也要批評陳雲 是陳雲事後 在網上呼籲那些人 左膠這些人 一天不毀滅 一天香港不得太平 會不會有暴力 我不想這樣 他們不是說用暴力去殺人 他是用毀滅兩個字 哇 那豈不是很恐怖 但是去到最後 其實有一些個別的人 來講一些很差的言論 我覺得沒有理由 你怎樣罵別人 你怎樣批評這件事 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應該人身攻擊 你毀滅就很恐怖 就是殺人 是啊 他說要趕你出香港 因為你是港姦 嘩 這樣也有 是啊 我剛剛沒有怎樣提及陳雲 因為陳雲是所謂右膠裏 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人稱為國師的一個人 就是他經常講很多指導思想 在他網上寫 知人又聽他說 每次都百多個讚 但是通常是一些很固定的市場 但是這裡有一班人 然後另一樣就在罵葉寶林 說人甚麼呢 說人大陸出生 他不是 他是香港出生 然後他又說人家是哈爾濱小姐 為何會這樣呢 甚麼事呢 就是說人家是哈爾濱出生 又說人家是新移民下來 所以就包庇著新移民 哇 搞成 連維基百科都改別人 哇 那真的很過分 那我不希望搞得 那網民又覺得適合 又覺得這些都不做 有很多鼓掌的 高登那些 我自己搜尋自己的名字 每個人 高登十幾個 他說 何時才能令到歐樂軒和陳景欣 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哇 是否搞出來 你有否報警 我不會報警 我永遠 人身自由 不安全 第一 我永遠 就是這些位置很包容 第二 包容不包容問題 大哥 有沒有 第二 我自己都是高登的用戶 那又怎樣 在討論區裏面 大家參與開 大家討論 但就算立我都好 但我覺得不應該來到 我不認同你 但我也沒有在這件事裏 做任何進一步的事 我覺得從政的人出來 就預了 這些事是要加上面化 但坦白說 我輕姐我和你是這樣 但我也要說一次 陳景欣不是 他是學生 即是沒理由這樣 他現在怎樣 他又很堅強 他自己後來 左翼21那邊搞了一個 關於佔領中環 和歲制有些關係 雙討日 那些又是關於雙討日的東西 他又很積極參加 我見他又好像 個人沒事 也很好 是呀 尤其是年輕人 這麼有衝勁去參加 這些事是很好的 是呀 就不要被人 即是說 即是打沉了就不要了 是呀 他不會的 不會 所以要越戰越勇 越戰越勇 我認識毛孟靜反國威 我自己本身都對他們 即是跟他們沒什麼 即是雖然政治理念 大家可能是不同的 但起碼大家 即是 不同的議題 大家就合作下來 去談一下 如果是相同的 就一起去做 但就算不同 也不需要 罵得別人很離譜 即是說 人身攻擊到別人 又這麼過分 而最重要是 大家如果是覺得 大家都是基本上支持民主 對抗整個共產黨的政權的話 其實就不應該將太多的時間 是回到這些內耗上 所以剛才我跟您說 就是有其他原因 即是你和我都沒有證據 是 但是很多時 你看到客觀效果是什麼 那你就自己明白 是呀 那你就不要太過天真 你不要被人 好像江澤民罵的記者 這樣罵你 還有我都希望 跟網上的聽眾 都可以說多一點 對著他們說 因為我覺得 這幾年參與很多社會運動 其實我知道有很多人 因為這些內耗 是很心灰意難的 即是有很多人 心灰意難走 就是因為有人 知道會有這個效果 所以就做這些事情 我的意思是 希望大家 不要因為這些事 而太灰心 我們參與 即是出來走 即是出來遊行 不是運光湖的 是走 是出來遊行 你不要說清楚一點 其實我們已經盡了很多 我們香港市民的責任 甚至你自己發聲 或者是等等 其實近幾年 已經比起以前 多很多不同的人 出來肯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過其實你說 有些人灰心 不應該因為這些灰心 現在網上也有很多人 都是活躍的 即是有些就特別 有這樣的傾向 但其他是不是有些 都是比較靜的 但他也有上網看 但他就不會說一面 嘖嘖嘖嘖的那些 是否那一類都是很大群 很多 我昨天有個讀 即是 理大副學士的街坊 來找我做訪問 他做那些學校的項目 他就是留意到這件事 他都想 知回我 他說講口述歷史 我口述回整件事 我這個也是口述歷史 你叫他看一下 他都說他看完整件事 他覺得 無謂地罵 他那一晚他最後也是早走了 但廣事集會 他晚上要有家劇藥去吃飯 即是他不是因為那些東西走 不是不是不是 後來他自己看回 即是 社會運動來來往往 沒人知道那些人一定搞得最好的 即是我 甚至你說最激的那群人是睡馬路 睡馬路後面的人都反思 是不是睡馬路最好 後來大家裏面 有些朋友都說 為衝而衝其實不是一個有組織性的社會運動 但有些當然說 雖然激進一些 但應該怎麼想呢 其實是另一件事 但我們其實大家都在在摸索 但是 將這件事昇華到一個很有系統的攻擊 其實就是一件很差的事情 是的 後來有些 我看到有些黃洋達的粉絲 他有些特意拿這些東西來溜 然後一群人又在網上寫文 要什麼 就是 不需要做到一個這麼差的攻擊 你說需要不需要 有人就是需要 哎呀 乖仔 你就是戴外天真又亂 是不是 哈哈哈 即是你要記住 阿車公 那陣子不是有人去車公求籤的嗎 有時候人和鬼都分不開的 這個世界總之我們自己拿著自己的原則去做些事 其他人那些你怎知道他是什麼 是的 你亦都很難說 因為你沒有證據 但我們看到客觀效果是怎樣 那就要小心 我最後再說一句 我就是說 我又想起一首歌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即是 是的 哪一首啊 你就是 我就是 我是騎頭四 我還等你 是嗎 不過你這首是 就是 也是這首歌就是 Imagine 就是 可能他 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but I am not the only one 可能大家 就是我想我和你坐在這裏 大家爭取民主 好像遙遙無期 大家很天真 但是大家最重要 就是知道不是孤單 那也是 就是說你說以為有人搞些事 就是可能有很多人有其他的目的 有各樣的出發點 就是你和我們沒有證據 但是總之我們就自己做 不過有一點就一定是 我們就不會被人嚇怕 亦都不會說不搞遊行事 當然要搞啦 怎會不搞呢 但你說不是 那些人是要這樣搞的 那你將來建議怎樣呢 那些人是要這樣搞的 我覺得 大家要想一下社會運動 如果主辦的人要怎樣 有組織一點 其實坦白說 我們過往其實是沒有什麼組織的 就是各自各自做自己的事 然後主辦的人要想清楚 整個步驟怎樣做怎樣做 就不要讓這些柴台的事情再發生 是的 第二呢 大家當然要談清楚 不同團體之間合作 就不要再罵那些什麼騎劫論出來了 是的 我相信這個 不過你也好 你第一次搞這麼大型的遊行 十幾萬人參加 那你下次要努力 你不要不搞 記住 我們今天就多謝諾軒 跟我們上來談過 口述歷史 多一些人看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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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